我对冰雪的热爱 比如爱情 你碰它还疼 你不碰它你还会想 我是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 郭丹丹 也是中国滑雪首位世界冠军 我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为我们中国的冰雪 传递更多的能量 自由式滑雪分好多种 有空中技巧 雪上技巧 还有单板滑雪 空中技巧看起来又刺激又好看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项目 在1997年的澳大利亚世界杯上 丹丹姐拿出了高难动作 叫B-16动作 这个动作空中要转五圈 那个动作当时也是咱们 世界上女子难度系数最大的 可是我为了夺冠 我一定要拼一下着 我就看到我们翻译从三河上 真的是连滚带爬地冲下来 她紧紧地抱着我说 蛋蛋我们是冠军 那一块是历史的手机 我完成了雪上项目零的图画 没想到之后 人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据点 1998年第十八届冬奥会 那也是我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冬奥会 最后一跳又是这个动作 B-16一出台我就知道完蛋 因为天和地连在一起了 我分不清哪个是地哪个是天 第一感觉都不是疼 吓坏了 教练拿着铁锹在上面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瘦伤了吗 瘦伤了吗 对一开始决雪鞋 我一下就确定脚膀是疼 我前面被打开 我听我的 如果我的脚要拿出来 我说完蛋了 我保证传门人修 所以我就决定用雪鞋的这种强度 来去当这个绷带 去把它固定住 给它勒好了 我之前扣得还紧了 我当时就对自己说 我不去跟任何一个人比 我要战胜的是自己 所以我在右脚骨折 左脚筋断的情况下 去完成了98年冬奥会的这次比赛 非常的惨烈吧 因为我没有拿到 大家所期盼的 我自己梦想的 中国奥运会的手金 没有拿到那梦想中的金牌 我获得了第七名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更多的应该说 是因爱而生恨了 我不想去碰击它 我也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提起冰雪 因为一提就会疼 后来那场比赛我就退役了 完了就是隐姓埋名 去开洗衣店 去张柜台 去自己创业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到了三召见老师的电话 她说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出来 你不要把这些所学去传递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 让更多的人知道冰雪 像三老师这句话 我打个行李包来到了北京 这是什么造型 巴质 所以说我们刹车的过程呢 就是要把腿变成内巴质 我从一个滑雪的教练做起的 到今天已经十九年了 我从这个最低谷 去走入了大众的滑雪事业里 现在又成为了 北京冬奥选奖团的一员 我对自己说 只要我坚持下来了 我一定行 我的第一次选奖 2019年8月8号 历史今年已经三年了 我已经讲了快三百场 每去做一次选奖 他们因为我的故事而感动 因为我的故事去了解冬雪 因为我的故事去了解冬奥 这样子是非常幸福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